保安局根据港区国安法通知 冻结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部分财产 消息说涉及超过3亿 通知说是包括黎智英持有的壹传媒的大约七成股份 以及它拥有三家公司在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 保安局说因应黎智英早前被控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 三行涉及港区国安法的罪行 根据这条法例第43条实施细则副表3 局长如果有合理理由怀疑他所持有的任何财产 是罪行相关财产 或者相关财产会被调离香港 他可以发出通知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处理这些财产 或者指示警务人员检除相关财产 壹传媒说事件和集团户口完全无关 集团和《苹果日报》的运作 资金财务不受影响